和海警骚扰南海的人爱交和黄岩岛 这个人就是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那 菲律宾外交官罗钦 更是直接在网上破口大骂中国 这两个人对中国似乎比任何人都残忍 不得不说 作为一个国家的显赫人物 做出这种下品和辱骂的手段 真的只会让自己的国家丢脸 这两个人把整个中非关系倒杂了 在观看之前 各位看官可以点击下关注 并且长按点赞三秒 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 虽然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 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事实上 直到今天 这个国家也没有放弃对南海的野心 最近 菲律宾突然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 据国内媒体11月19日消息 当地时间18日 菲律宾外长洛青表示 三艘中国海警船16日拦截了两艘 向南沙群岛仁爱交军事基地 运送食品的菲律宾补给船 期间 中国船只还向其发射水炮 在此基础上 洛青宣称 菲律宾对这一行动表示愤怒谴责和抗认 之后 这一举动迅速并不意外地引发了西方舆论的跟进和猜测 菲律宾外长在18日的讲话中 不仅谎称 中国在这些地区及周边没有执法权 而且洛青甚至提出 非美共同防御条约来表达菲律宾的强硬立场 并表示要提醒中方 菲律宾公务船之受 非美共同防御条约保护 如果中国不能克制自己 就会威胁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资料显示 原来位于菲律宾巴拉旺岛西南方向100多海里处 1999年 菲律宾在海上涨潮时 故意将一艘退役军舰停靠在雷奈礁附近的礁石上 非法侵占其主权 这是中国人爱礁的一部分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至今仍驻扎在这里 据综合信息 截至目前 该事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对此 菲律宾总统内阁秘书卡洛诺盖拉莱斯18日宣布 他们将继续维护菲律宾领土主权 针对这一事件 北京时间11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照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1月16日晚 两艘菲律宾补给船未经中方同意 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船依法执行公务 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 目前仁爱礁海域总体平静 中非双方就此保持沟通 今年3月以来 非国防部长洛伦扎那和非外长洛青 一直坚持挑动牛厄礁风波 然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他的发言人洛克 则忙着抽身而退 但是也架不住有些人完全放飞自我 所以杜特尔特甚至发出了最后的封口令 我希望与中国的讨论将在内部进行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海事执法机构依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内法和国际法 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执法维权行动 此次在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的执法行动是正当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事件的背景正好是一直追求对华友好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即将下台的时候 据悉 杜特尔特的任期将于明年年终结束 其手下的人已经公开表示不再参加2022年的总统选举 随着菲律宾大选活动的开始 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任期也开始进入倒计时 与此同时菲律宾似乎又开始向美国递交投名状 美国和菲律宾已经计划在2022年恢复全面军事演习 还将争取英国和澳大利亚一起进行观察 中国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 据媒体报道 针对彭博记者有关美菲恢复军演的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一贯立场明确 中方对这些军演没有意义 只希望这些国家能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希望 这些军事演习不是针对第三方的 赵的说法可以说是要点 美国一直计划利用菲律宾来煽动地区局势 如果双方恢复全面军事演习 那么未来美国在西太平洋 尤其是南海的行动肯定会增加 甚至不排除美国会照搬 鼓励菲律宾阿基诺三世的套路 因此 美国拉拢菲律宾军演 甚至拉拢英国 澳大利亚 其真实意图不言而喻 从时间上看 美菲打算恢复全面军演的时间是明年 而明年恰好是菲律宾选举新总统的时间 根据杜特尔特本人之前公布的消息 他无意继续竞选 因此将选择在明年六月退休 七月底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抵达菲律宾进行访问 与他会晤后 杜特尔特还宣布取消 终止美菲访问部队协议的计划 虽然杜特尔特表示 这只是对美国提供疫苗的让步 但也可以看出 在杜特尔特即将下台之际 菲律宾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从外界来看 杜特尔特的女儿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菲律宾总统 毕竟 从沙拉在菲律宾全国民调中的支持率来看 她很容易成为总统 然而菲律宾大选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 杜特尔特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态度 可以说全世界都没有预料到菲律宾目前的局势 在菲律宾政治舞台上 政治清算非常强烈 如果敌人太多 总统离任后 政敌上台 前总统将面临政治清算 一旦清算 结局往往会很惨 杜特尔特上台后 态度强硬 与菲律宾前政府分道扬镳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现在她即将下台 未来被政治攻击的可能性非常高 所以从现在开始 杜特尔特已经为自己制定了计划 并为自己设定了避免被清算的三重抗胀 总统候选人是她的前助手 副总统候选人是她的女儿 她还参加参议院选举 只要三人中有一人能够顺利当选 杜特尔特被清算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作为一名务实的政治家 杜特尔特在任期间与美国的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一般 这显然不是美国政府希望看到的节目 因此 菲律宾大选期间 美国是否会支持亲美派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问题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菲律宾大选刚刚完成了相应的登记工作 真正的竞选活动可能要到2022年才开始 到那时我们才能看到 菲律宾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杜特尔特执政初期 他通过政治手段镇压了多次国内叛乱 以巩固国家稳定 六年相当于杜特尔特可以继续执掌国家政权的六年 这对国内亲美派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 然而 杜特尔特拒绝了总统提名 过去 菲律宾曾十几次从中国购买科兴新冠肺炎疫苗 当地时间10月23日 第15匹科兴疫苗运抵菲律宾 菲律宾接收的中国疫苗数量达到1700万剂 据估计 菲律宾今年将从中国购买多达2500万剂疫苗 这些疫苗可以说是对菲律宾的及时帮助 杜特尔特本人证实 他接种了中国提供的疫苗 杜特尔特强调 面对疫情 他首先想到的是向中国寻求帮助 谈到海洋争端 杜特尔特坚持通过外交对话解决 他说 菲律宾不是中国的对手 美国不可能真正站出来帮助菲律宾 由于中方一直坚持不接受 不承认 不参与南海仲裁闹局 杜特尔特也认为南海仲裁案毫无意义 事实上 今年5月5日 杜特尔特曾公开表示 所谓南海仲裁裁决根本就是一团废纸 应该扔进垃圾堆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当时也表示 杜特尔特的说法是正确的 这表明杜特尔特的立场是明确的 他不想在美国的煽动下挑衅中国 但随着杜特尔特的任期即将结束 新的大选又来了 很多候选人利用国内亲美情绪提高影响力 甚至不断抹黑中国 对中国破口大骂 这些所谓的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利 无视整个菲律宾的发展前景 看到近年来在中国的帮助下 经济略有好转 他们开始变得傲慢 过河拆桥 菲律宾经济也很不稳定 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加在大国之间的菲律宾 在杜特尔特总统的领导下 很好地处理了国际关系 杜特尔特目前的做法 也是为了菲律宾的利益 但很快 菲律宾的大选就要开始了 菲律宾的很多高官大多偏向美国 这样两国的关系就取决于菲律宾新总统的作为 如果菲律宾继续挑战中国的底线 我们对付菲律宾就容易了 中国不惹事 但不怕事 只是有耐心并不代表中国容易欺负 然而 美国不会放过像牛恶交和仁爱交这样的话题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菲律宾先后与菲律宾同行进行了交谈 话题都指向美菲安全防务合作在南海的试用性 此外 随着菲律宾大选的紧迫性 美国在南海的势力可能会再次